丑小鸭 鸭子妈妈在农场里剩了一窝蛋 这天,鱼里最大的鸭蛋突然离开了 当你孵出一只又大又丑的小鸭 把鸭子妈妈都吓坏了 丑小鸭一天一天的长大 小鸭越长越丑 农场里的动物都嘲笑和排挤它 你好丑 接下来的情况 一天比一天糟 丑小鸭也越来越不开心 更糟糕的是 连兄弟姐妹们也不愿与丑小鸭一起玩 丑小鸭很伤心 因为农场里的所有动物都笑它丑 丑小鸭对着天空想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呢 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了 我要找一处属于我的地方 于是 某一天的早上 丑小鸭独自踏上 寻找性价的旅途 经过漫长的旅途 小鸭终于找到一个小湖 它很喜欢自己的环境 所以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 小鸭在这里渡过了夏天 秋天和冬天 春天来临 这天 它看到了三只漂亮的天鹅在湖上 它立刻从卧尼出来 并想游过去参与它们 突然 它停了下来 它心里想 瘟疫 它们也嘲笑我的话 那怎么办呢 丑小鸭忍不住 丧心地递下头 这时 它看到水中倒影的自己 原来 它的模样 已经不再是 以前被人嘲笑的丑小鸭 而是 变成一只美丽高贵的白天鹅 从那天开始 没有都在取笑丑小鸭了 太好了 三只三只 三只 六只 三只 四只 四只 三只 三只 四只